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公元前266年去世以后 由他的儿子敌长子孝成王继位 但是当时孝成王尚年幼 所以就由母亲来代理国政 所以这里是这个用式也可以说是摄式 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赵王 大家知道秦赵王是秦国历史上 对秦国的强大 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君主 他看到当时赵国母官子幼 所以就趁机加紧进攻赵国 根据史记里面的记载 这个在孝成王元年 秦军就攻占了赵国的三座城池 那么赵国的形势相当危急 所以这里这个急就是用兵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所以这样对赵国来说 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因此赵氏就不得不向齐国求救 这里大家注意赵氏便是赵国 关于族和氏 关于族和氏 这两个概念 请大家自己课下认真的去查一下 有关的工具书 我们在适当的时候组织大家讨论一次 族和氏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 课本上也有注解 齐国这时候是齐湘王在位 那么长安君是赵太后小儿子的封号 我们知道当时君主的位置 国君的位置由嫡长子来继承 而其他树子有封意 有的这个树子呢 还可以有封号 就是不是所有的树子都有封号 比方说赵国武灵王的 赵武灵王的弟弟赵胜 封号是 是什么 赵胜的封号是什么 平原君 这个田国 齐国田文的这个封号是 孟长君 就是所谓这个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 我们在称呼的时候 其实都是称他的封号 好 这个齐国方面就说一定要用长安君作为人质 我们的军队才会派出 这里面这个质字 说完解字说是以物相对 用物品 抵押给对方 这叫做这个质 这是一个行生字 从背 背表示珍贵的财物 质生 左转引工三年里面说周正交质 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 王子胡为质于正 正公子胡为质于周 这个质 其实也就是抵押品 只是 这个抵押品的性质比较特别是以人作为抵押品 从春秋时期开始 那么不同的诸侯国之间结盟 都会用本国的公子作为人质 作为抵押品 那么如果两国的盟约破裂 这个人质就被杀掉的威胁 所以大家看 这个齐对齐国的这个要求 赵太后就坚决不同意 可是当时长安君能不能入齐做人质 关乎赵国的存亡 这是一个国家利益问题 不是母子亲情问题 因此 那个赵国的大臣们 为国家着想 为社稷着想 就极力的劝谏 这个墙就是竭尽全力去做某件事情 竭尽全力去做 自己并不是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赵太后 就非常明确地对左右的人说 对身边的人说 这里左右是指左右身边的人 如果有再说起让长安君为质的人 为质的大臣 做人质的大臣 老父 我一定朝他的脸上吐吐沫 这个唾启面呢 一定是愤怒至极的一个举动 好 我们看第一段 把这个矛盾 用非常简洁的语言交代出来了 当时长安君能不能入旗做人质 关系到赵国的存亡 而赵太后为了因为疼爱这个小儿子 考虑他的生命危险 因此不肯让这个长安君做人质 那么在大臣反复抢奸的情况下 赵太后就把这个话头封死了 就不许再有人说起这件事情 令长安君为质这件事情 因此这个矛盾就出现了死结 怎么才能够解开这个结呢 需要有智慧的人 有智谋的人来出面 这个左师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宋国 郑国 赵国等等 这些诸后国执政大臣的官名 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 这几个国家差不多都在现在黄河中游 也就是说现在河南洛阳附近 就是河南的中部和一直在往东 触龙很多版本都做触折 我们看这个五十年代编的很多文旋里面 古代散文旋里面就做触折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清代的时候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里面已经解决了 他认为这个触折应作触龙颜 金本龙颜二字物合为折 我们知道古书都是树形的 如果是触折的话 这句话金本就做 左师触折愿见太后 中间没有这个动词颜 王念孙依据的主要是史记赵世家里面 是写作触龙 而在《马王堆汉木博书》里面 非常明确的龙和颜是分开的 因此证明王念孙的考证是正确的 这个左师触龙说的很简单 就是他说他希望能够拜见太后 听到这样的通报之后 赵太后是圣气而依之 圣气没有问题 当然是怒气冲冲的 听到这个消息 他已经说了 有复言令长安君为智者 老夫必唾起面 但是还是有人要来见我 那么见我肯定又是说 令长安君为智这件事情 因此才有圣气这样的状态 但是下面这个一支是讲不通的 因为一是古代的一种拱手礼 这个子禄遇见贺调老人的时候 贺调老人批评他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俗为父子 这个子禄不以为一 仍然是拱而立 那个拱便是一 实际上用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看 这个一支完全讲不通 因为这个时候 出龙还没有出场 而且军队臣 也不可能这样恭恭敬敬的 这个行拱手礼来等候 这个大臣 史基的赵世家里面 这句的一是写作虚 这个虚 在古书里面 很多情况下用同这个虚 这个虚是等待的意思 等候的意思 从文艺上来说 毫无疑问 做虚更合理 怒气冲冲的等待着这个出龙 这个太平预览里面 也引了这个故事 送在太平预览 那么在引的时候 这句话做太后 盛气而须之 用的是这个须 但是 为什么金本 会写成一个一呢 王俭孙在读书杂志里面 认为 这个 历书 这个 这个须 这个须 是这样写的 跟这个一的 这一部分 很相似 在楷化的时候 这个字实际上是 误做这个字 字形了 那么 后人传操的时候 觉得 这个字 讲不通 所以就又给他加了一个 提手庞 那么 刚才我们看到 马格德 汉姆伯书里面 这个字 正写作 须 就证明 史记里面的 做这个须 和王念孙的考证 都是完全正确的 而且我们注意到 王念孙不仅告诉我们 为什么 这个字应该是什么样 而且还告诉我们 为什么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像这样的考证 读起来的时候 大家会感到 非常的 过瘾 好 下面 这个 就讲到 出龙 进入 朝廷以后 徐驱 到了太后的 跟前 就自谢 自己先 说话 道歉 治而自谢 没有问题 但是前面这个 入而 徐驱 应该怎么理解呢 不在前面 曾经讲到过 这个 徐在 古代 主要是用作 慢走 约徐 从慢走的意思 引申出 速度慢 和和缓 所以才有 清风徐来 这个驱 是 过去 这个 陈建军的时候 一种走路的方式 就是 两个脚 步伏很快 步伏很快 这叫做 驱 对不起 应该走 从走 这两个意思是相反的 是不是 这个驱 大家其实看经细的时候 那个流水步 差不多就是 古代的驱 就两个脚 这个轮换的 频率很快 这两个字在一起 刚才刘安指说是 它实际上是 漫步走 但是呢 又装出 这个 又要做出 那个驱的姿态来 所以叫 虚驱 所以很多 著本 就把这个 徐驱啊 翻译成是 慢慢的 装作 快步走的样子 这个是 很难想象的 一个描述 我自己 也试着 一个是 努力理解它 同时呢 自己也 试着去 这个 模仿一下 怎么叫 慢慢的装作 快步走的样子 但是 最终也 没有 不能得气 实际上呢 这个 在古书里面 不仅有徐驱 也有急驱 局驱和局 急驱是 两种 不同的 这个 行入的方式 行的方式 用在不同的场合 《礼记玉藻》里面 记载 行李的人 在两种场合 要用徐驱 需要徐驱 一个是 直归驱 手里捧着这个 归甲 和驱板的时候 要徐驱 还有呢 就是 与诗行的时候 也要徐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ini